继默克药厂之后 同样来自美国的辉瑞制药公司 也正在研发抗新冠肺炎的口服药物 根据中期试验结果 这款药物能够大幅减低病患住院和死亡风险 高达89% 但是辉瑞暂时还没有透露药物的价格 辉瑞公司执行长布拉5号宣布 新研发的新冠病毒口服药物PEX-LOVIT 第二和第三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结果 显示成年患者在出现病症后的3到5天内服药 可以将重症住院或死亡几率降低到将近9成 相比之下 默克推出的冠病口服药莫纳比拉韦只有5成 辉瑞正准备将分析报告提交给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以申请紧急使用这款新药物 布拉解释 PEX-LOVIT是一种蛋白酶抑制剂 可以阻断病毒在人体内复制 但没有提到新药物的潜在风险 因此引起医药专家的质疑 辉瑞拒绝透露新药物的价格 只说售价和默克口服药差不多 根据早前报道 一个莫纳比拉韦疗程药价超过700美元 引起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批评 因为一个非专利药物的疗程 最高不过是20美元左右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